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好吃又营养的菠菜鸡蛋饼 准备半根胡萝卜,去皮以后擦成细丝 在锅中烧开水,加入少量的盐 挤滴水溶油 下入洗好的菠菜 把胡萝卜丝也一起下到里边 用筷子翻动一下,焯水十几秒钟 看菠菜变颜色了以后,马上就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用凉水投凉以后,钻根水分,放到案板上,切成小段 在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先用筷子搅匀 然后可以少量多次的添加面粉 一起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状 然后下入切好的菠菜段 葱花 放适量的盐 花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鸡蛋和面粉的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适量的增减 另准备一个小碗,在碗中打入一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备用 热锅放入适量的植物油 油热以后下入我们调好的菠菜和鸡蛋 用铲子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些的薄饼 然后开中小火慢煎 增至一面定型了以后 我们可以用两个铲子 像这样把它轻轻的翻过来 捞另一面 这时候我们把单独打好的蛋液 淋到菠菜鸡蛋饼上 用铲子 把它整理均匀 然后再撒上一把白芝麻 再加盖 烙至上面的鸡蛋定型 再用铲子把它翻个面 翻过来再烙30秒钟左右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道菠菜鸡蛋饼 给家人做早餐再合适不过了 简单好吃又营养 这样做再也不用担心 孩子不吃青菜了 喜欢的朋友也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